好,接下来看到为了究竟提供民众地方税减免以及税务事项申办及咨询的服务 民众免奔波税务服务零距离 花莲税务局结合了13个乡镇公所 177位的村里长以及村里干事 与服务专员联合建制了税务便利站提供民众利用 花莲县税务局结合了社区资源 拓展税务服务据点建制多元行销管道及服务网络 提供在地的服务 有效行销税务讯息及民众租税的权益 减少民众周车劳顿 并结合了13个乡镇公所 177位村里长及村里干事 与服务专员联合建制税务便捷窗口服务网络 当作我们跟民众之间 我们税务单位跟民众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像申请转账号税 房屋税金证明 还是变账期值 包括任何税务的疑问 都可以到税务便利站 这边提出申请 税务服务深入基层 建立良好伙伴关系 建构完整的租税便捷服务网络 拓展租税宣导权益 维护民众权益 更重要的是 就近提供民众地方税减免 以及税务事项申办及咨询服务 民众免奔波 税务服务零距离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